不同的颜色对蚊子来说有诱惑性 所以蚊子更喜欢去攻击黑色的物体 在夏季我们更建议穿浅色的衣服 可以避免蚊子更多的攻击 另外温度肥胖遗传因素都与是否吸引蚊子有关 据我们研究发现 就是人体血液中有氨基酸 它和我们汗液灯通绿带甜味的物质相结合以后产生三甲氨 三甲氨对蚊子的诱惑力更大 另外就是宝宝的新陈代谢比较快 容易出汗 所以它的三甲氨含量更高 容易遭致蚊虫 另外宝宝本身驱赶蚊虫的能力比较弱 被蚊子叮咬后又不会拍打或驱赶 所以蚊虫更喜欢我们的宝宝哦 第一是保持室内通风良好 清洁卫生 在室内尽量减少放一些带甜味东西吸引蚊虫 室外的话减少去草地水边等蚊虫比较多的地方 其次呢我们可以给家里安装纱窗 区蚊效果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使用 蕊妈还有小于两个月的宝宝 是不建议使用这些产品的 蚊子叮咬后我们不要去挠 也不要在上面画十字 这样不仅没有作用 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可以使用碱性的肥皂水 进行一个清洗 可以中和蚊子唾液中的酸性成分 减少吃痒的症状 另外我们可以外用一些缓解症状的药膏 比如说颅干式洗剂 花露水等等 以缓解我们的烧痒症状 我们要观察皮肤情况 有没有出现皮肤的温度过高 皮肤在发红 大片出现蚊麻疹或肿脏的情况 如果出现以上的情况 请及时到医院来就诊